作詞曲 avis 曲 李宗盛 世間的無限 划分这辩解 匆匆过的离别 像有无奇的怀念 放任我自己 躲进了没你的陌生的世界里面 不过是再见 不过是在遇见 离开你的改变 尽可能的轻描淡写 然后怎么辩解 重复在回忆里 祭奠的那些从前 你这样吃下去 你的胃也受不了啊 喝两杯 就我这一杯倒的量 买醉我都嫌丢人了 豪哥 哎 帮我来三瓶啤酒吧 好嘞 你开心就好 你姐妹今天替你兜着 我随你委 我随你委 在 在 在前二十年来 是上学逃课 考试睡觉 对工作漫不经心 对女人也是铁儿郎当的 没想到我也有今天 我这流流转嘛 你说 你说我这次还不够认识吗 我能为她豁出几条命 你信不信 信不信 调上棋一步 一步完 步不完 这辈子睡不上 我就想陪着她等着她 就想对她好 到头来还是 自己感到自己 那就 早点点喝饭吧 你这出戏 我早就想换她了 对 是该换她了 这喜欢一个人 就得干什么都对她好 真不是自己感动自己 真不是自己感动自己 李慧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啊 最后一个 快点 如果是你 是你跟肖上棋一起长的 你会不会也喜欢上她呀 我会吧 不会吧 我到底差哪儿了 连你也不喜欢我 你只肯定 雅岁 这段时间 你穿着一份真心陪着笑人 我知道你认真了 我知道你认真了 也知道你对伤得挺深的 你说你为她改变了那么多 还回了相当场搞事业 可是你无论怎么变 你都不可能变成另外一个人 你也不可能变成她心里的那个人 但是我觉得这次也挺好的 但是我觉得这次也挺好的 也算一个不错的经历 你看你之前都是吊而浪当我的 现在也终于知道真正喜欢你 真正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 我亲爱的 挺好的 我亲爱的 我这次认识的 我多久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别一副 custom笑的样子啊 没那么多电视剧里 久会乱心的情节 都是成年人了 能那样乱心就毁了 您这话说得真挺直白的 我没那意思 我就是一时震撼 咱俩上回睡一张床上 还是上小学的时候吧 这 你衣服也不知道 给我脱下来换换呀 你不要抖下几手 也是 之前我每次失恋 你最多就给我扔客厅上 这次怎么了 一代不解地照顾我一晚上 你以为我想照顾你啊 你昨天在这耍酒疯 我说我等你一会儿 然后就等睡着了嘛 说实话回家 你是唯一一个在我床上睡 都不会被误会的女人 走吧 请你吃早饭 不对 你请我吃早饭 你 我 我不去了 我还有事 我可没断片啊 我不管 我记得昨天你在豪哥那儿说 给我兜着点 走吧 你要好好看见啊 知道吗 嗯 你要好好看见啊 知道吗 你就来说 你什么呢 我的太太 是 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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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肖先生 这几天降温 医院条件不比你们酒店 这样很容易感冒发烧 如果引发咳嗽肺炎 可有你受的 怎么了 其他病人都是擦擦身体就好了 他非要洗头 这样太容易着凉了 他每天不洗头不行的 没事 我带着吹风机 谢谢 谢谢 吹一下吧 谢谢 谢谢 我来吧 不好意思啊 之前让小默去拿住院用的东西 丢三拉四的 连袜子都不承受 麻烦你又跑了一趟 他肯定不熟悉东西都放在哪儿 我饿坏了吧 就我这 我还担心没人照顾你 我把太阳接过来 就赶紧往这儿赶 早知道我就不着急了 昨天她说 需要一些住院的生活用品 我今天就帮她去拿了一下 正好我也该走了 你帮她吹一下吧 别 别笑着 那什么 最近萧总住院 季风好多工作 全押我身上了 我这还得照顾太阳 你说我我也快人到中年了 我的精力 体力都有点跟不上 我这眼袋都凹大了 什么逼你们呢 萧总这人你也知道 她挑剔 脾气又不好 最近把这个医护人员 全都给得罪光了 最近你要是没什么事 你看我扑不过来 你能不能都过来照顾照顾她 她在这儿也没个亲人 她是因为我才受的伤 照顾她是应该的 就等你这句话了 我把你电话留给医生 萧总你有什么愤 你就找萧嫩 这饭 饭我给你放到这儿了啊 那个 你们快 快 吹吧 吹 吹起来 我 我先走了 头发吹不干的话容易感冒 这肋骨又受不了了 快 快 吹吧 吹吧 啊 不好意思啊 赶快吹干头发吧 好 这事啊 小人 谢谢你 都给你修好了 水管老化了 然后接口裂了 谢了 幸亏你发现得早 我还把你那个洗手间 给你收拾了一下 你这报社证还没好啊 你坐过来好好吃 不用 萧阳说她今晚上不回来了 一会儿直接从医院 回电视台加班 她天天往医院跑 身体吃得笑啊 你这是没放下呢 还是出于对朋友的关心啊 从小到大 我决定过的事情 不会后悔 那我可以理解为 你还打算要孝然这个朋友 没想和他老四不相往来 以后我也不用 只跟你俩单线联系了对吧 那我可以理解为 我没那么小气 我只是不想让他为难 那你觉得孝然就有那么小气啊 周末我在豪哥那里 有个拼盘演出 你们俩都过来吧 趁这个机会 大家把话都说开 感情这个东西对不上就算了 朋友可是要一辈子的 我自己想再次想 你不认真鸟 加点味道要不要啊 打脚 我不想 你不想不想 怎么啦 要喝水吗 不用 喂 莉莉姐 向然 高速公路上连环车祸 部分商专已经送到了 你所在的医院 你赶紧过去看一下 最好能连个线 好 我马上下去了 连环车祸 我先去看看 向然 让开 让开 来 来 师傅 您能可可讲一下 事务现场情况吗 我是无视电视台记者 挺惨烈的 连环追尾啊 有两个大货车 拉里头的钢筋 钢筋直贴有人插入那个 后挡轮玻璃 太惨了 还有 还有多少人受伤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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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别来来 这碍事 没事吧 你别在意那些人的态度 没事 我之前不爱被哭过油漆吗 这就是我的工作 记录不断发生的新闻 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如实 高效 快速的记录 小燕 我仿佛看到 你当战地记者的样子了 你身上的信念感和坚持 让这个梦想离你越来越近了 我会坚持下去的 好 刚才林总给我发消息 说手机修好了 我找了跑建筑口的同事 帮我联系了一个 工程质量监管部门的书人 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吧 不管你发现什么 都告诉我一张 老公 怎么说啊 何公 怎么说啊 你看你拍的这个照片 这墙皮掉下了一小块一小块 以我的经验 这混凝土的强度低了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墙面的硬度不行 就比如 你往墙上挂一个比较沉的架子 它就会出现滑钉现象 挂不住 还有呢 就是这个渗水现象 特别严重 时间久了 这钢筋生锈 这楼梯就容易变形 就比如 这个窗户很容易坏 关不上这兜与口 总之 这个楼的质量不怎么好 应该窄 是 这算是豆腐扎骨城 这我可不敢确定 我建议你啊 去找我们质检的同事 去看一看 现在不是有拆掉一份的楼吗 去找一个墙面相对完整的 拿回弹鱼测一测数据 就一目了人了 还有啊 就这个钢筋啊 这感觉标号低了 这样的楼 至少应该二十二吧 这 看着可不像 我马上就要回户鱼了 我马上就要回户鱼了 走之前 过来看看你 你说这些兄弟们也是 享受没个轻重 你的医药费 三哥已经帮你借了 赵总特意跑过来 就是来说这些的 猜猜我今天过来 是为什么啊 不会是养孤寂寞吃吧 赵总 我可没有洗脏病 你就不想知道 我在你爸病房里面 都说了什么 您还记得吧 我们两家一块出海的事 小齐爬在船头 一个浪过来 船一摇晃他就掉下去了 结果呢 肖闲缺暗 你还在医院里面 跟小齐打发雷铁 说他哥的一生 就被他全毁了 你还因为这件事情 永远都不会远远的 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当初应该也是 在这家医院吧 你到底要说什么 是我撞他下去的 你说什么 是我 把小少奇撞下去的 当时你家老二 吵着要看鱼 趴在了船边上 我趁着一个浪过来 船摇晃的似的 我就顺势 帮他一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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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齐 小齐 不要干笑我 他自己没感觉 你以为是自己不小心 就摔下去了 你地方 你也只是 你 我 我 你 你 我还记得 我爸那个时候回家 经常在打网啊 你怎么这么蠢 肖上起比他还小几岁 处处压他一头 从明天起 给他请个老师教他演讲 讲不好就不要吃饭睡觉 理由就是 没有把我教育得 像你们肖家的孩子一样那么优秀 可笑不可笑 可笑 好不容易 碰到有个这样的机会 你觉得我怎么可能 从我手里溜走啊 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 肖显竟然去救了他 还救成我 小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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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显瘸了成了残废 他再也跟我比不了了 肖显瘸了 我还得谢谢你 你才是我的同盟啊 你伤透了他的心 你还不知道吗 肖显瘸从小到大 他经常在我身边崩溃 他经常在我身边崩溃 比对你和肖显瘸要更好 他认为我才是他最亲的人 你说 这不比他死掉 更有意思吗 你就是个疯子 对啊 我是个疯子啊 所以你最好不要 把疯子的话当玩黄疯啊 我查明轩 我这个无事的东西 还给我滚了 滚了 其实这个世界上啊 真的是没有后悔啊 所以我劝你啊 不要再糊涂下去 做什么让自己后悔的事 不是吧 肖伯伯 这点刺激你都受不了 我看你顺应该退休 张明轩 你还以为你们可以负辞自消吗 没有了 永远没有了 你就是一个不值得负人爱 不值得赢的人 不值得赢的人 还有啊 不要再糊涂我 否则我会把何笑然也 送你身边带走 也不要选你父亲一样 重蹈合身 有些东西啊 一旦失去了 就再也没有机会出来了 结局落出很多爆炸了 你现在告诉我这一切 只会让我想更快地置你于死地 我会找到证据的 你太天真了 小琪 你什么都找不到 你有软肋 我没有 所以你赢不了我 你只能受制于我 回去吧 就你这小身板 怎么够的啊 保重 你这小子 小小姐 我认为青山阳楼园的建筑 本身就是豆腐渣工程 也许从一开始 我的方向就错了 我说了 我们现在就去工地 你看哪 我已经去那半天了 我们带人去就行 你 我下午见过赵明轩了 走 去工地 也太快了吧 上次来的时候 还有一大半没拆呢 小总 小总 我刚问了周围的人 说这个工地昼夜事故 最近因为这件事情 还接到不少投诉 不过我们还好 还有照片做证据 那些照片都只是局部图 根本就不能证明是这里 而且现在青山阳楼园 整个没了 线索就更难找 你太天真了 小琪 你什么都找不到 我早应该想到 她来找我 就说明一切都处理好 小总 小总 你看 那个 cinnamon 你说的 我要是 もう一切是 再有一斤 这样子 不是 高叔 三十九多二 现在要小心观察 最好不要发展肺炎 你们马上留个人吧 好 谢谢 林总 你回去照顾太阳无了下 行 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吗 放心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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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那边给我盯紧了 行 那明天再说 你去哪儿了 怎么这么多天不回我电话 我收留你 不是让你来问我这些问题的 给你煮的节酒茶 凉了 我去热热 你倒真的是跟消息一样啊 实时物质进退 你之前跟消息上 起到什么程度了 你怎么就没有在他身上 学到一点骨气啊 你明知道那些消息是假的 不管是真的假的 现在大家看见你 只能想到那些烂臭的八卦新闻 活得更像坏人 我去到这儿 我去到这儿 那些热热的八卦新闻 是干吗 曹 你先 arri过来 你如果连这点事情都做不到的话 就没有资格在这儿待着 你不配被爱 你不配得到幸福 所有你爱的一样也抓不住 有些东西 一旦失去了 就再也没有机会重来了 儿子 儿子 是 林总 我来吃饭 今天我去送吧 不用陪太阳吗 还有 肖上齐发信息给我 叫我不用过去 他恢复得怎么样了 你们来得正好 你们好好劝劝他 现在连药也不吃了 昨天他还在桌子上呢 还想出院 这个状态 医生怎么可能让他出院 我自己的时候自己会负责 你怎么来了 你把他叫来的 我 让我跟他聊聊吧 你怎么来了 你折腾什么呢 从那天早上退烧之后 你就怪怪的 林总说 你这两天不吃不睡 就对着窗户发呆 你这样身体怎么能好啊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不用怪我了 你是又想喊暂停了是吗 你凭什么决定我的生活 对我呼之即来 呼之即去 让你很舒服是吧 赵明轩说什么了 我知道 之前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不信任我 觉得我不配和你一起分担 你人生的起落 更何况是现在了 行吧 那我先走了 你想怎么样怎么样 或许他说得对 我永远落着书 我和他腿是他害的 那年我最害 你是被他故意退下去的 我这二十多年糟糕头领的人生 都是败他所赐 都是败他所赐 我不想再多延续了 我不想我在意他 再被他给伤害了 行 我害怕了 俩人猜的 不是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笑语 你放心吧 我会把她好好带回来的 她现在需要的 不是身体上的治疗 咱们都没消息 叔叔 阿姨好 小叔叔 好久不见 对不起这么晚才来看你 我能感受得到 您虽然看起来严肃 但跟世上很多父亲 都是一样的 关心则乱 有时候 不知道该怎么沟通 不知道该怎么去到达父爱 就故作为严 但您心里是爱她的 您应该 还没跟向上起起中国话吧 在我记忆里 好像她 每次过生日 您都没跟她一起庆祝过 我认识的小长期 她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总是跟人保持距离 放着一张脸 像戴着一张面具似的 但作为她最好的朋友 我知道 她心里是非常渴望有人关心的 现在真相揭开了 现在真相揭开了 是有些事情已经没有办法瞑目了 您在这里长眠 他呢 您的儿子 她也好不到哪儿去 她整天不吃不喝 不睡觉 再这样下去 她的身体就撑不住 她就想一个人这么 轰轰热热地过下去了 她觉得她不需要被爱 也不需要被关心 小叔叔 这是您想看到的吗 您苦心经营云蓝 撑起三个人的家 现在您不在了 这个家是不是就可以散了 是不是您对小长期 没有任何的期待了 父子原近 一切都无所谓了吗 您离开的时候 是不是没有一丝遗憾 小长期 我想这些问题 心里都有答案吗 如果没有 你今天就站在这儿 对着小叔叔好好想清楚 我一种预论 你愿意留下来 咱们云蓝要起事 还有一点让我更高兴的 咱们四子俩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好好地互相了解彼此 你回家这段时间 你看得出来吧 多高兴 她就说这么多年 很对不起你 一直把你用在国外 掩盖了你的光芒 总之她真的是对你 寄了一个很大的火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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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爱你 ble guy 你怎么说获得东西 要是女人 我会一样一样打回来 对不起 回忆突然停留 是否想念了太久 从前那个路口 孤单的人一直在等候 最怕那一句不过是朋友 转身后有许多借口 在时光里又回头 奔向记忆路口 我寻觅过太久 找回最初是我牵你的灯口 想和你的以后 不再孤单漂流 如果爱有重逢 我多想牵你的手 陪在你所有 我们不放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